Hello 大家好 我是Laisy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酷牙歷程 首先講一下為什麼我想酷牙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本身有些道及 道及就是一般人的牙齒是上面可以搭著下面的 但我天生是下面包著上面的 但我算是輕微的 可以靠酷牙去矯正 但有些人可能那個肋骨比較突出 那些比較嚴重的就可能要靠酷牙和做肋骨的手術去調整 在未酷之前因為我牙齒有些道及 還有我有一隻爆牙的 所以有時候笑起來的時候都不敢勞恥笑 還有拍照呢 正面其實有時候都會覺得很明顯就是 就是這樣道及出來 側面就更加嚴重 所以我才會決定要酷牙 我自己就覺得真的漂亮了 其他人覺得很主觀 但是你自己酷了 無論是否漂亮也好 你牙齒一定會整齊了 整齊了你笑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勞恥笑 有自信了 那我選擇的就是酷這隻透明的飲食味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透明酷呢 所以第一樣就是沒有那麼覺眼 不會一笑的時候 你會看到整排都是降閃 但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怕痛 因為我聽很多人說 酷鐵線那隻 有時候鐵線會插到牙肉 會關掉飛脂 拍照等等都會很覺眼的 所以就是又怕痛 又貪美 所以我就選了 飲食味 其實我一開始酷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就覺得整排都很酸軟 因為你不習慣 因為你不習慣 你不知也沒試過這種感覺 但是當你慢慢酷得久了的時候 你都會習慣了 而且這個是每半個月會換一次新酷的 所以換新酷的頭一兩天 或者兩三天 你會覺得眼汁很硬 很緊 但是都是那幾天而已 之後過幾星期都是 你會覺得沒有什麼感覺的 你會覺得 你還想快點換掉它 我整個療程曾經有三十幾個酷 曾經有幾個酷 都是痛到真的哭出來的 但是 真的只有那幾個酷 但是之後其他的酷 我覺得那種痛 是可以接受 是ok 因為我本身也是怕痛的人 但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那你沒理由接受不了 對不對 我本身以為就這樣 吐牙套上去 那就ok了 但可能之後的力度不夠 所以 牙醫就在我眼睛上面 就黏了很多的粒粒 有幾個酷 就會加橡筋 它會剪開 阿酷 這個剪開了 就套了橡筋 然後就這樣 整個塞在口裡 我試過有幾個酷 那個橡筋是加前面的 打開口 你就會看到 兩條橡筋在前面 那一開始有些介意 不過之後都看化了 隨便 那可能有些人覺得 阿酷牙 這不是整容 我覺得這個 就視乎你的心態問題了 當你牙齒整齊了 或者我矯正了 我道及的問題之後 我笑起來是有指信了 就算我們不就外觀上的改變去看 空了牙齒 真的可以避免了很多牙齒上面的一些疾病 例如道及 這樣其實都會令到 臥骨 正常的撕力 也會增加臥骨本身的負擔 詳情可以去Google 講到這裡 有些朋友會想問一下我 究竟你在哪裏的 我呢 就是在家附近 那些很普通的科產所那裏的 大概就四萬多 那大約聽其他人說 例如去專科的裙子 可能要六萬多 那這個透明裙子 和它是比起鐵線的裙子 應該普遍上是貴一倍 我覺得如果經濟能力許可 可以試一下 那今天我的裙顏歷程 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問題想問我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私底下問我 都可以的 我都會盡力 盡量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那今天回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